武基奇仅用一招就俘获了中俄法三国的支持 背后的政治手腕也不简单 各位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近日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塞维亚总统武基奇 对外宣布了一个消息 称两国关于12架阵风战机的采购进程已接近尾声 合同金额锁定在32亿美元 双方为此进行了一场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 目前来看 阵风采购就差临门一脚了 听到这个消息 大家或许好奇 武基奇为何偏偏要选择阵风 背后有什么玄机呢 其实塞维亚要引进阵风战机一事并不算是新鲜事了 早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 塞维亚媒体就曾经进行过报道 称塞维亚计划添置12架新式战斗机 入选机型就有阵风和台风战机 正与英法两国进行着前期的谈判工作 彼时的塞维亚不知道是因为囊中羞涩还是迫不及待 甚至还打算从其他国家逃换12架二手的阵风战机 塞维亚对英法战机的偏爱程度 又引出了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那就是为何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塞维亚 在采购完中国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之后 为何不顺道也采购中国的主力外贸机型坚10CE呢 单看坚10CE和阵风两款战机的性能数据 我们坚10CE战机毫不逊色于阵风 甚至在机载雷达系统上还占据着优势 而且单价远比阵风要便宜 如果是因为单发动机的缘故 那么俄罗斯最新的苏35 为何也没有入选塞维亚的采购清单呢 要知道塞维亚是俄制武器的传统大用户 至今它的空军也是靠着几十架米俄战机撑场面的 对苏俄战机有着丰富的使用经验 选择苏35明显更适合塞维亚 但实际上如果这么想 那就陷入了一个思考误区了 单纯从市场角度看待军售行为 这是缺乏对国际政治的深层次认识的 事实上军售行为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 买卖双方通过大宗武器贸易可以加强双边关系 也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人情世故 塞维亚作为一个身处政治漩涡之中的小国 实力有限 面对被全球化的科索欧问题和危机四伏的国情 需要赢得各大国的支持 才有能力去独自应对各种棘手的问题 很显然 从采购法国阵风战机 引进土耳其TBR无人机和中国防空导弹系统 反对制裁俄罗斯这四件事上 我们可以看出啊 武器齐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人了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除了美国外 几乎都支持武器齐的政治主张 塞维亚需要这样的掌舵者 才能在如今弱入墙时的大背景下 求得在夹缝中生存的机会 避免被进一步解体 毕竟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国家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好 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